你看奇葩的就在這個地方 你看林丹 他自己私自簽了一個尤尼克斯 這是他私自的 但是為什麼他最後能私自 這裡面大有文章 他怎麼就能讓你私自了 這裡面 因為整個國家隊應該是李寧贊助 李寧贊助 李寧花了錢了 贊助了中國國家羽毛球隊 但是這裡面打得最好的 南丹的這個林丹 反而自己簽了一個尤尼克斯 我就問問你 這裡面有多大的問題 是吧 你到底說共產黨這幫孫子 他們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菲菲 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多麼多麼的混亂乱象 是吧 你根本無法常人能理解 就像剛才小葉說的 說這幫孫子腦殘的說 國家培養了我們 我們給國家賺回去多少 對吧 而且你說你這個培養了 那麼你多培養點不就完了嗎 你們怎麼就剩我們幾個 而且你廢了多少 你們這幫孫子老看見有倆出來的 你跟我們一波的廢了多少人 是吧 老說徐根堡裡面有五壘 你有多少個送快遞的 對吧在他那白白交了錢 現在練完在徐根堡基地從兵島 對吧 回來他們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沒有送快遞 多了去了 這個沒人講了 你們這幫孫子 再一個 你就是剛才看見的林丹 是吧 他怎麼就簽了這個 簽了十年 合同 對吧 怎麼簽的 怎麼分配這個簽 怎麼就允許你 公然違背一個 這麼樣的合同 因為整個國家隊都是李寧 你那麼一個個人拿的 尤尼克斯 你說你給國家 給你的集體所謂 給你造成多大的損失 你有什麼觸罰他了嗎 他有什麼規則來去約束他嗎 一切都是你們的嘴說 你們說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你們最後說 他有利用價值 給他點空間 就給他點 不給他 就說他是叛國 賣國賊 是吧 哎 這個 那非非就這麼簡單 你說共產黨這種體制 你說他不滅 怎麼能行呢